整體的這種空間的感受 我覺得還是用一個字來說就很爽 如果不是說教學 而是從學習的角度來講的話 空間實際上是學習的重要度也不錯 首先一個海外園 它的環境應該是整體的 有關的 有探索性的 農村的孩子就是沒有人看管 後來我們又意識到就是 三到六歲的兒童 他的智力的發展大概都在這個階段 如果這個階段 我們經常稱它為根部的教育 如果現在這個階段沒有什麼教育的話 可能孩子會錯失這個對家的教育時期 我們是希望教育公平 我們也希望這些孩子 他們也能有更好的教育 所以我們覺得 把這個死定教育這一些 引入這些地方 之前陽光幼兒園他們的 整體建築 劃分的非常嚴謹 它不太利於 跟幼兒之間的這種溝通交流 改建以後的這個陽光幼兒園 更像是一個局場 或者是花園 它有一條這種跑道一樣的路線吧 就是把所有的教室 還有孩子的活動室睡眠室 以及所有的建築給連接起來了 整合起來了 其實這個是非常利於幼兒 教育的一個事情 因為孩子更多的 在這個年齡他要去溝通交流 更多的去接觸同伴和成人 因為這樣一個自由探索的 這樣一個空間 為老師們來 就減輕了以前老師好多的壓力 比方說之前可能每天要組織 四到五次的急教活動 那現在老師可能就會 在急教活動之餘 可能帶著孩子更多的去自有探索 就是沒有那麼多更多的急教活動 但是會分散一些 給了孩子更多的探索的時間 那老師也會比原來的 去更多的觀察孩子更了解兒童 也會跟家長更好一起溝通 在新的教室 我們因為空間 然後也有了變化 我們就在我們的新的教室裡 設置了很多的區域的活動 孩子們在這個區域空間裡 可以自主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玩他想玩的遊戲 它是讓孩子一個更快樂的一個地方 就是孩子們每天都早早地來到這裡 就為了然後能在這個新的空間裡 特別是北邊的教室 我們沉澱的這個區域活動 早早地來 然後就是為了能更好地去體驗 這些裡面的一些設施 孩子們非常的喜歡 改造之後 孩子學到的這些東西 就是比較 他的思維提高了一個檔次的感覺 就是我的感覺是 因為孩子回來都會跟我 敘述我他在幼兒園學習到了什麼 雖然時間並不長 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 幼兒園包括老師 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按照片